前期话题来看到日前中国宣布 台湾文旦禁止外销 如今麻豆文旦大国已经采收 如何稳定价格就成了棘手难题 不过对此农会也祭出了解职的办法 其中针对品质较差的大国 将由农会以每公斤10元收购 来稳定市场价格 农民也纷纷踊跃的响应 预估收购将可达到50万台金 又到了文旦产期 全台最早采收的麻豆文旦 装成一楼楼堆满货车斗 运送到当地农会等着被收购 大国的部分是也是农民比较难处理的一块 那农会有愿意帮我们收取这些大国的话 那即使帮我们农民减轻的蛮多的负担 可是我们还是要注重在内销的部分 因为外销的话真的就是少数的部分 买得出去农民也松口气 由于今年中国禁止台湾文旦外销 其中加工过品质较差最棘手 农会讨论后寄出方案 连续四天以每公斤10元购入 预计收购50万台金 大的果粒的话果平不是很好 进到市场的话会平常到小儿的消费市场 大国先把它收起来 而且我们希望就是说这样比较规格外的大国 不要去到外面的市场 所以才会每年都会先启动这个部分 将大国去化有效稳定文旦行价 不过收购完果实怎么办 这些混远饱满的加工过更有广泛用途 除了果酱果干柚子生 外皮还能萃取精油 为此农会将五台为电脑水果小皮机派上用场 一些清洁用品或者吃的很多 所以这些是要做这样的使用 那这个是农会自己的一个加工厂启动收的 如今距离文旦采收期仅剩下一个礼拜 如何冲过难关成了迫切难题 记者黄伏奇台南采摩倒